我們請次長好 田委員好 署長 大家好 委員好 謝謝 我想剛剛大家聽到劉建國委員講得非常激動 我想不怪 如果我們是住在六清的附近 我相信會比他更激動 因為詹長全老師受園林縣政府委託 進行了一個五年的健康風險的世代研究計畫 他抽血檢查超過三千人 結果發現這個六清設廠九年之後 台西麥寮兩個鄉鎮的癌症的風險 是二十公里以外鄉鎮的兩倍 這兩個鄉鎮二十年前相比 離癌率是高出兩倍 我是覺得說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 我想跟大家報告一下 事實上在這之前 我們在許錯國小的研究就發現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許錯國小的學生 在去年八月 他們發現了一個學生的尿液裡面 發現了綠乙烯單體VCM的代謝物 這VCM是國際研究組織 列為第一級致癌物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將心比心 如果你是父母 你的孩子驗出了這個VCM的代謝物 也就是說你的孩子的體內已經吸收了這個致癌物質 我相信大家也會聽說 所以今天我們在談這個石化業的這個 發展正義跟環境正義 我只是要要求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經濟部不斷地宣稱說 石化業給國家帶來多少的好處 但是呢有沒有人在談 石化業給人民帶來的危害是什麼 我們的人民用癌症 用我們的五臟六腑 來承擔國家發展石化業的代價 這樣子公平嗎 所以今天陳菊說 你的總部至少遷來高雄 你跟我們呼吸一樣的空氣 你的總部就設在你所埋的管線的大馬路旁邊 跟我們的人民同甘共苦 這樣有什麼不對 我想請教署長跟次長 這樣有什麼不對 我們的憲法應該保障 合理的公平跟正義啊 總公司簽到高雄就這麼的違憲嗎 總公司一定要設在台北才合乎憲法 憲法哪一條這樣規定 環保署或者我本人 我對憲法這方面規定不是很清楚 不過就一個國民或者常識來講 您剛剛說的讓人動容也是一種 思想的方法 思索的方法 不過我想所謂總公司 不管任何的公司 它都只有一個總公司 因為總公司所在地 它的稅金就繳給當地的那個 當地的縣市政府得到最多的好處啊 我們當時反六輕 我們做了一個傳單 說六輕到宜蘭來 世界都沒有放假才有 就是說你的污染在宜蘭 你的稅金大部分都繳在 你總公司所在的台北啊 這個就是當時我們反六輕 打動宜蘭人一個最重要的訴求 今天高雄人別無選擇 他今天回頭跟你講說 你總公司簽到高雄來 這個有什麼違憲的 關於是不是違憲 不是我能智慧啊 這符合分配正義啊 是這個大法官的職權所在 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行政院 到底是哪一個人 可以代替大法官做這個解釋 來 次長 委員好 這個實話 對於這些環保公安來說的話 市長先答覆總部 簽到高雄這個事情好嗎 這可能就要法務單位來說 對啊 那我們的院長憑什麼 行政院長憑什麼 代替大法官說這是違憲的 憲法哪一條 說石化業的總部 一定要設在台北 這才是違憲 說石化業的總部 不可以簽到高雄 這個才是違憲吧 如果石化業的總部 願意簽到高雄 跟高雄人同甘共苦 這個高雄人也小看 感覺說 趕緊來一下 今天 跟你講說 你不來 你把雞塞放在高雄 你雞塞都生在百萬七 我要跟你斷管線 這有什麼不對 這個是讓大家來正視 分配正義 環境正義 跟發展正義不是嗎 所以今天我是覺得說 這是忍無可忍 高雄市 包括雲林縣政府 都從 當時 都是 綠營當行政 這個首長 然後呢 在 縣議會 都是 這個 朝小野大 藍營的 縣議員比較多 都通過了喔 要課增 這個碳稅 結果我們的財政部說不行 說 碳是全國飄來飄去 不可以只有你地方課 天啊 好 你不給地方課 你中央政府自己又不課 你憑什麼禁止地方課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對於我們的人民真的是受夠了 你中央政府 你說你這個發展經濟 你多好多好 但是呢 讓我們人民承受這種痛苦 結果中央政府可以不聞不聞 小孩子的血 驗出一級致癌物的代謝物質 表示小孩子的體內 身體已經吸收了 這些一級致癌物 我們中央政府也可以不聞不聞 遷孝 還把學校從 離六青比較遠的地方 遷到離六青更近的地方 這是哪一國的遷孝啊 要害死才的孩子比較快 結果 六青說他幾個 起這個心了 好 有這種概法 然後表示說 好好對這小孩子已經盡到照顧的責任 好來 我現在要問 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 講說全國有76個監測站 密度已經被美國、日本還先進 但是署長 我們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監測站 我們的密度絕對輸給美國跟日本 你這76個監測站不包括地方的 我們地方大部分都沒有前側監測站 這是第一個 我是指出你的那個報告問題 第二點 我現在要問 雲林縣政府的環保局兩三年前去測六青的這個廢水 測出上百種的有機物喔 但是我們的石化葉放流水標準 才只列24種這個列管的物質 結果雲林縣政府的環保局要求說我要加鹽這個標準 環保署竟然拒絕耶 你們有沒有去做過石化葉的這些放流水排出來的東西 你只列24種管制物質 所以24種以外的他都不管耶 你們也不管石化葉也不管 所以這不只是空氣的問題耶 你想想這東西排到海洋去 污染我們的海洋 污染我們的海鮮 最後經過食物鏈濃縮 還是回到我們的餐桌 回到我們的體內耶 所以這個問題你都要去面對 還有次長 美國有一個危險物質機管理 管線管理署 我們的危險物質的管線現在誰在管理 委員報告現在在分配各個的單位 他的這個法裡面都有相關的規定 就是多頭馬車 分屬在譬如說 所以出了事情還要花很多時間 才去找出到底是誰的責任 對不對 應該去立一個危險物質及管線管理 你至少要一個專法 你至少要一個專法 高雄氣爆 如果我們還沒有得到教訓 意思是怎樣 你還要再繼續爆 再繼續這個檢討嗎 這個完全不對啊 我們的社區諮詢權 我知道環保署開會 然後說這個聯動好多的法 社區諮詢權是歐洲是美國先進國家 早就你就主動要讓社區的居民知道說 我這個工廠設在這裡 我會排出什麼東西 我會讓你帶來什麼樣的危害嗎 我們的人口比美國還要地下人稠 我們的環境衝擊跟健康風險衝擊 比美國還要嚴重 就我們沒有這樣的管理單位 還有一點 你當發生爆炸的時候緊急應變 我們只通知消防局 我們沒有通知消防局 只通知環保局 沒有通知消防局 這樣對嗎 那現在呢 改過來沒有 我們緊急應變發生的時候 有沒有檢討說現在開始 要同時也要通知消防局 然後呢 我們這些可憐的消防隊員 秉熙呢 他是會造成基因突變 會造成致癌的 那個有個專家 當場就跟我講說 這些消防人員是要戴防毒面具 不是戴口罩啊 他這個秉熙只要200ppm 就可以導致基因的災害 致癌的那個風險 現場都是上萬ppm的濃度 結果我們的消防隊員是什麼裝備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場當然不只 內政部 內政部我們那個智長也來 是不是 我們現在給消防 你在石化工業區附近 你給消防局的隊員 什麼樣的訓練 什麼樣的裝備 有防毒面具嗎 報告委員 他們知道什麼時候要用嗎 報告委員 我們正在高雄氣爆以後的話 我們已經有進行相關的教育訓練 那相關訓練的話 有針對高階跟一般的消防隊員 那高階最主要是要讓他們辨識說 這是如何來辨識這個危險的氣體 來 次長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秘密不在我們的毒性化學物質的名單 所以你這樣子這種訓練法 到時候消防員就算知道那是秘密 他們也不知道要帶防毒面具 因為他不在化學物質名單裡面 所以署長 我們的毒性化學物質名單 要重新檢討 你至少裡面 你如果說毒性化學物質名單 你沒有辦法改 你至少要有一個危險物質的名單 對潛在對我們健康危害的這些物質 像秘密 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些都要列進去 剛才您談到的秘密 確實沒有把它當作毒性化學物質 但是你剛剛講的它有致癌的風險 有害物質 所以對 它是一個有害物質 另外它其實比較危險 就是它像高雲氣爆事件 它會發生燃燒爆炸 所以它是一個危險物質 或者會爆炸的氣體物質 是這樣子的 那也剛剛像次長講的 對於這種不同的物質 確實現在我們有不同的主管機關 那我們環保署管的是300多種 那現在就是您剛剛提到的 要有一個比較整合的 毒性化學物質300多種 裡面沒有屏息 所以消防隊員一看 它這不是毒性化學物質 它不知道要戴防毒面具 它最主要當場的危險是燃燒與爆炸 對 我知道 然後它揮發很快 燃燒爆炸受害 但是沒有燃燒爆炸 沒有被爆到還活著那些人 當場都吸了上萬ppm濃度的屏息 報告委員 我想我內政部就補充說明 我們內政部消防署 已經把屏息跟丁二息指定為 可燃性高壓氣體 那這個部分已經在103年的10月20號 已經公告 那至於就是說現場的話 遇到可燃性高壓氣體 他們知道要戴防毒面具嗎 我們有讓他們 就是他們在一定濃度以上的話 他們要戴呼吸清潔器 空氣呼吸器 也就是說會自己戴著乾淨的空氣 已經有這樣子的規劃設計 應該要跨部會做一個總檢討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在高雄氣爆 已經證明我們國家現行的制度 這個我們現行的法令 事實上不足以應付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還要繼續維持現有的法律 現有的制度什麼都不改 我跟大家報告 下一次發生狀況的時候 一樣混亂 一樣哀鴻遍野 一樣一塌糊塗 大家同不同意 報告委員 事實上在上次高雄氣爆之後 行政院的話呢 都有成立專案小組會議 針對各部會分工 如何來分工 跟要加強辦理的事項 都有做了比較明確的一個指示 所以像我剛剛報告 像我們內政部的話 已經把這個相關的把它這個 丙烯跟丁二系 已經指定為可燃性高壓氣體 好相關的這一些辨識啊 跟相關的設備 我們也會努力來指定 我想請教經濟部次長 我們的石化葉產生的氣體 抱歉30秒 只有丙烯跟丁二系嗎 會氣爆的只有丙烯跟丁二系嗎 應該還有很多種吧 所以我們的消防 我們的內政部 只把丙烯跟丁二系列進去 這樣夠嗎 這部分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院裡面呢 那個政務委員在協調的時候 有大家去檢討 檢討也在拿出來 這一次 對不起 這一次丙烯跟丁二系導致爆炸 你要等下一次其他的氣體 掌聲爆炸 你再把其他氣體列入嗎 做事情有這種的做法嗎 阿貝爾能讓消防人員的性命 一次一次的去試嗎 我們國家憑什麼發展石化葉 我們國家如果需要石化葉 就不應該用人民的健康 人民的安全做代價啊 這個就是為什麼 陳菊最後沒有辦法 只好說不然你總公司來高雄 跟我們呼吸一樣的空氣 跟我們承擔一樣的風險 你試試看 這樣子我們的總公司 才會想要去說 把這些問題好好的解決嘛 如果我們國家只重視總公司 總公司來到高雄 我們的中央政府才會重視 就是地方上這些哀哀無告的百姓 長期承擔的這些環境健康 跟公共安全的風險嘛 這樣有什麼違憲 毛澤哥 行政院長講的話才是違憲啊 謝謝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到了 謝謝 謝謝 謝謝田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趙天麟委員 諮詢